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黄克诚提出来的当时东北局内部争议不少,但是林彪后来采纳了,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。 在历史上,黄克诚和林彪交往不多,在东北时两个人的关系却突飞猛进,林彪多次住到黄克诚的部队中。 为什么?就是因为黄克诚感其意见,并且林彪也能接受他。 在解放后,地位变了,黄克诚爱提议,见得性格还是没有变。 林彪呢?地位也变了,还听得尽黄克诚的意见吗? 五十年代,在一次军委的会上,林彪说,我们都要紧密地团结在彭总的周围啊。 会后,黄克诚对谭正、罗瑞卿、刘亚楼等人说, 李总这么说不合适,我们都是党的人,就是团结也要团结到党的周围,而不是团结一个人的周围。 况且,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一手缔造的,现在说团结在彭总周围,其实是害了彭总。 林彪知道后,就讲了一句,这个黄克诚还是那么认真,也没有说什么了。 之后,他按照黄克诚的意思办,让人把他的这句话从记录中击除。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,黄克诚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,林彪没特别去证他,没公开说过黄这样那样的坏话。 在文革中,林彪甚至还悄悄搭着过黄克诚,使得苦不堪言的黄,免受土飞机之苦。 对此,有人说,林彪这个人大概是茶壶里面主角色,表面上是个闷骨骨,其实是心里有数,私下里对黄克诚还是满意的。 此言多少有些可信成分,在913事件后,很多人纷纷揭发林彪。 黄克诚没有落井下石,反而说,我过去对林彪的印象不错,觉得他很能打仗,也能采到他认为正确的意见。 黄克诚的能打仗,能接受他认为正确的意见,可谓众恳之言,也道出了两人关系的基石。 黄克诚一副傲骨,刚正不合,爱提意见,方氏也和彭德怀一样,直率,直接,简直,不会却拐弯抹角。 有的人难以接受。 而林彪能接受,除了黄克诚为人耿直、正派外,关键是他思维敏捷,判断准确。 黄克诚在党内是有名的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,但他从不乱放炮,看问题深刻,分析准确,提出来的意见,是往往对的,准确的。 这大概就是固执的林彪,之所以能接受他的意见的秘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